将两手平举 慢慢地将两手心靠拢 两手心的中央便是笔的执行位置 用胶带标示执行位置 将笔旋转并抛出 慢动作再看一次 笔的执行会以抛物线的轨迹运动 整支笔则以直行为中心点绕转 光滑轨道上有一台装有斜坡的车子 将砝码放在斜坡上 放开砝码 砝码向右滑落下来 车子也会同时向左移动 静止时 砝码与车子的直行水平位置 与滑落后两物体的直行位置会相同 原因就是系统水平方向合力为0 因此执行位置不会改变 将跳动直立在桌上 轻轻推倒跳动 咦 为什么跳动会自己向前滚动 原因就是跳动里放着一颗铁球 铁球滚动时 跳动外壳会绕着铁球旋转 并向前移动 ainsi明镜上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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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